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量規節目 我是威元 禮拜一的開始 要跟大家來聊一下 其實在禮拜五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沒有感受到這個兩萬點的喜悅 因為我在假日的時候 六日的時候 我去找了一位這個 算是法人圈 蠻得高望重的一位長輩 他在法人圈 特別是在投信這一塊 那他跟我講 他跟我說 我以為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兩萬點跟過去 四十年前的一萬點 感覺完全不一樣 之前一萬點的時候 四十年前 一萬點的時候 大家都是開香檳慶祝 這樣 對不對 拉香檳慶祝 股票隨便買 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但是這一次兩萬點 禮拜五的時候 開盤大概到九點半 大家都不是很開心 為什麼不是很開心 因為有八成的股票都在跌 八成的股票都在下殺 所以讓股民很不開心 一萬跟兩萬 真的差那麼多嗎 好我先帶來這首詩給大家 好來我們看圖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憂憂 獨創然而替下 這一首是陳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 那他前面兩句 我要稍微修改一下 前不見古人 後可見來者 為什麼前不見古人 過去曾經都沒有看過兩萬點嗎 這是第一次 真的是前不見古人嗎 那不能後不見來者 我跟你講 後不見來者就完蛋了 後不見來者就代表說 再也不會看到兩萬點 所以我要改一下 叫做後可見來者 來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早上我們來提振一下精神好不好 不是不見來者好不好 是後可見來者 來我寫一下給你看 做我自己改編 後可見來者好不好 可以的可啦 後可見來者 代表什麼 我認為接下來兩萬點還是會看到 兩萬點他還是會出現 當他再次出現的時候 結構會不一樣 不會再次像禮拜五這樣子 這個只有台積電一個人的武林 只有他自己在漲 其他的股票都在跌 這樣子大家就沒信心啦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一次是 這一次喔 主要有幾個原因喔 因為我們包含像 我們看一下這個大盤喔 有沒有問題 禮拜五漲到兩萬零六十五點 收盤在一九七八五 也就是說高低點差了多少 差了四百點 高點跟低點相差四百點 那你看這個多頭有沒有被破壞 這才是重點 而不是說今天到兩萬點就結束了 今天到兩萬點又怎麼了 不是 我們從基本面 技術面籌碼面去看 這叫三國一體 你從不管是大盤 還是股票的角度 個股的角度上面來看 其實都是一樣 我們用這個架構上面去看 到底有沒有問題 基本面 技術面籌碼面 我說過它可以 三國一體可以套到很多的什麼 很多的模式啊 那我們先來看這三個部分 大盤的基本面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資金行情 第二個有沒有基本面 有 因為AI的什麼 AI的狂潮 第三個 鮑爾在禮拜五 禮拜四都已經講 今年確定會降息 所以基本面沒問題 再來你看技術面 技術面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MACD 你就判斷是否為多方趨勢 一個最簡單 而且呢 但是又是最有效的一個指標 各位我們看這個MACD 是不是都站在多方 對啊 就算禮拜五 這樣子的一個開高手低 不影響它的什麼 多頭格局 再來籌碼面 法人 這是三大法人的合計 外資 法人 投信 自營商 其實還是站在什麼 站在買方 融資我跟各位講過 融資啊 你如果從聯發科 跟台積電的角度上面去看 其實融資是這樣講的 你說我問真的嗎 我切換給你看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你從這兩檔股票可以知道 現在大盤發生什麼事情 我把這個地方換成什麼 換成這個融資啊 讓各位看一下 這叫台積電的融資 你注意看喔 其實台積電融資是在下降的 有沒有 台積電融資是在下降的 它越漲融資越降 你看 2454聯發科 你注意看 下面這個是融資 當聯發科創下歷史新高的時候 它的融資 各位 其他投票 你注意看喔 它的融資是在幹嘛 它的融資是在下降的 而且是連降三天 所以你說這個盤 籌碼壞掉了嗎 沒有啊 因為如果說籌碼壞掉 照理說你聯發科的融資會連續上升 可是現在有沒有 現在沒有啊 這樣各位得到結論了嗎 好 所以當然今天大家會擔心一件事情 我先把它切回來法人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籌碼 大概就能夠知道什麼 知道這個狀況啊 有沒有 聯發科是不是法人一路買上去 我們在哪裡買 我跟各位講過嘛 950到960我們就在這裡買 已經賺20%了 賺20%了 對不對 已經賺20%了 我們再來各位看一次喔 來 各位你看 有沒有 950到960之間買進 已經賺20%了 好 當然大家今天會擔心什麼 擔心這個 喔 揮達 禮拜五的拉回 我們看一下 它禮拜五本來是 每股本來是大漲啊 跟台積電ADR是類似 有沒有 大漲到974塊 反而幹嘛 收盤是回落跌了5% 主要原因 我跟各位報告有兩個 第一個 叫做比特幣創下7萬美元的高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的價格 來 這個是比特幣 但是呢 來 這個地方 它的股價 它的價格是創下新高 對 比特幣代表是一個什麼 投機的市場 你說揮達它本身就是做什麼 最早期它是做板卡 做顯示卡起家的 所以它本來之前跟比特幣的聯動關係是高的 只是它後來變成AI股票之後 大家把它跟比特幣的關聯度稍微降低 可是現在比特幣公到7萬 但是它公到7萬 尾盤又殺下來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市場上面開始幹嘛 看到比特幣7萬 哎呀 投機氣氛太強 先拋售一些股票 回答跟著也賣一賣 因為也是創新高嘛 跟著也賣一賣 產生這樣的問題 第二個 市場上面說 有跟選擇權買權有關係 但是 這個東西我不解釋太多 而且我覺得無關 因為你買 很多人 他在 華爾街就說 因為我買了買權 所以我要賣股票去避錢 兩個對通 哎 這觀念不對啊 你買了買權 就是希望股票要漲嘛 你怎麼會去賣股票呢 這不對 這邏輯講不通 所以第二個可能 我認為是不對的 不成立 第一個可能比較有 就是因為比特幣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今天要去注意的重點 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講 現在這個大盤 到底是多還是空 來 我跟各位報告 你回到台積電看 2330 今天禮拜五漲到796元 漲到796元 那很多的股票今天啊 在禮拜五的時候創高 但是又拉回 那當然投資人會擔心 哎 老師啊 我跟你講今天的盤會不會拉回 有可能 但是拉回是讓你買的 我先講喔 我沒有講很模擬兩可喔 拉回是讓你買的 那怎麼買 買什麼股票 就是重點 買股票就是這樣 你折股跟折食 你要嘛 股票要選對 再來 時機點要選對 當你兩個都對的時候 股票就會賺錢 這邏輯就很簡單 就這樣 折股跟折食 兩個都要對嘛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股票 台積電以外 我們看一下 這一檔 3587的紅康 那我先跟各位講喔 來 我們先看到那個大的QR Code 好 謝謝 這裡喔 如果你手上有 我們測標所寫的這幾檔股票 有這個台積電 有聯電 有偽創 有滑行 特別是滑行的 禮拜五滑行 殺到快跌停 你一定很擔心 但是 我先講 如果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其實你到現在還是賺錢 對不對 我們跟別的節目不一樣 不會每天只有漲停板的股票 那沒有意義 你如果是看著微緣節目買的 來 我跟各位講 來 我們看滑行 好 我們再take這個畫面 好 我在哪裡告訴你 是不是在這裡告訴你 就算禮拜五打到快跌停板 你還是賺錢 但是我擔心的是什麼 董事長 你知道我擔心的是什麼嗎 我擔心的是你在這邊自己去買 你知道嗎 我擔心的是這個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三位一體這麼重要 第一個 滑行是因為什麼 因為比特幣漲而漲 這個是一個重大原因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要給各位看比特幣 原因在這裡 第二個原因 它技術面是不是在這一天就翻多 MACD翻為多頭 對不對 柱狀體翻紅 然後這兩條線也往上 叫做乾隆毋庸 再來 法人是不是這天大買 所以基本面沒問題 技術面沒問題 籌碼面沒問題 你應該幹嘛 我們也當天在這個中式節目當中 250塊左右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報告 漲到311塊 那我擔心的是什麼 我擔心的是你在這兩天才去買的 那你要注意看喔 所以為了節目你務必要鎖定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兩天你有沒有注意到 法人的買盤開始縮手 來 我圈給你看 你一定要注意聽我講 法人的買盤是不是這兩天開始縮手 有沒有 開始減少 來 我用圈的 你看得比較清楚 我圈起來給你看 有沒有 法人的買盤是縮手了 那你就要注意啊 但是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嘛 好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講 來 你如果有划情的 你趕快掃描QR Code 來 我們再回到大的QR Code 謝謝 好 你趕快掃描這個QR Code 你有這個什麼 宏康的 台積電 概念相關的 不管你有台積電 聯電 偉創 華晴 宏康 甚至是文元在節目講過的股票 你趕快掃描我們QR Code 你有問題的 我們跟各位講 你一人你就抓一檔你最重要的 股票你在上面可以發問 你就抓一檔你最重要 你不能列十檔 列十檔我們沒有辦法消化 而且我怕台灣給人 這樣也不好 所以你列一檔你當中 第一個請各位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哪一檔股票是你持股最多的 然後你有幾張 你要告訴我們 我們才能給你更精確的建議 因為你如果跟我們講說 我有聯電 但是你幾張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不知道 這檔股票對你的重要性是高還是低 我們就不清楚 所以我們必須知道這件事情 這也麻煩各位告訴我們 把你選擇最重要的那檔股票 除了這五檔以外 如果有其他的也可以 寫一檔你最重要的股票 然後你有多少檔也麻煩寫上去 然後價格是多少 你多少價格買的也行寫上去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加速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時間 好嗎 那你就掃瞄這個QR Code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Lite 小老鼠Atmo888 小老鼠MORE888 請各位掃瞄QR Code 或是加入我們這個Lite帳號都可以 把你的股票打在上面 我們趕快幫各位來看看 好不好 要不要調整的 或是可以續報的 我們要先跟各位講 OK 好 我們再回到畫面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是華晴 3587宏康 這也是啊 創高之後幹嘛 創高之後拉回 它是台積電相關公共鏈 所以你留意這個平台區間 這一檔個股我覺得 還是沒太大的問題 那現在資金往誰跑 欸 你們注意看 往聯電跑 喔 你注意看喔 聯電有沒有 聯電現在開始慢慢的翻多 它突破了50塊之後 那個買盤開始進來 那 注意看 技術面準備要翻多 它還沒完全翻多 因為它這個限還在下面 MSED限還在下面 法人開始買進 它連動帶動誰 帶動6147的這個奇邦 也是封測相關的 股價也開始幹嘛 往上做帶動 3231尾創 2月份的營收 公告出來算是很漂亮 因為 你2月份營收 要年月雙征的股票 其實是很少 它都能夠這樣表現 算是不錯 可是 你就問啊 它為什麼不漲 問老師為什麼它不漲 為什麼它不漲 三位一提 來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遍 所以你做任何的股票 你回頭去思考這件事情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好 那當然我們 我們思考一個邏輯 來 美超委到底漲了多少 漲了14倍 灰檔漲了5.6倍 那這中間過程當中 如果 好啦 偽創的漲幅 有美超委的一半就好了 7倍 哇 那個無可限量 好啦 7倍有點奢侈了 有點奢求了好不好 3倍就好了 好不好 4倍就好了 你說老師啊 4倍就到了 從30塊它漲到160 對 所以我為什麼說7倍 有可能 你看 美超委都可以漲14倍喔 那你偽創從30塊漲7倍是210嗎 你看他接下來的本益比 跟他2024年法人 估的獲利是有機會的 好 那艾琳我回來講 好 偽創 技術面還沒翻多 他進入整理 法人也沒有大買 所以這個地方偽創 可以留意 可以買 但是 我先講啊 你不能期待他馬上漲 因為他並沒有 基本面 技術面 三位一起都到位 沒有 但是你可以守住戴住 如果你有閒錢啊 就是說你買的可以放的沒關係 那你偽創可以留意 我們先跟各位講 好 我們剛剛講到什麼 還有誰像 元泰啊 這邊拉下來 拉回來我覺得不用太擔心啊 他還沒翻空啊 你說老師這個翻空了沒有 不是這樣看 他必須兩者都在下面 才叫翻空 這是注意元泰 然後呢 剛剛講了什麼 還有誰 星雲也是 所以你看我們都是很早跟各位報告 除非 我現在講除非 你都是追在禮拜五的 當禮拜五兩萬點的時候 追在那個地方 短線上面才會討勞 OK 你要注意 3035的資源 你看破滴 我就跟各位講 我之前說真的 我就一直跟各位講 我不想再分析他了 這裡我就跟各位講 我不要再分析他 因為他轉空 各位你記不記得我講的 我說他轉空了 所以我不想再分析他了 那很不幸的 破滴啦 所以你有資源的 你也趕快來加入我們的Light 趕快來掃QR Code 趕快來問 如果你有資源的 好不好 再來是什麼 這些股票大概都講過了 所以2421見準也是 見準是拉回嘛 但是還沒轉空 你看法人禮拜五還在買潮喔 所以我不覺得他會這樣子就結束 好不好 我不覺得他會這樣就結束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行情喔 各位應該怎麼操作 其實我跟各位講 千百次的猶豫 比不上幹嘛 比不上一次的行動 你要怎麼樣行動 來 我跟各位報告 不管你要做什麼行動 你有股票的問題 或是你想跟著我們操作的 都很歡迎 當然今天大家會比較擔心 可是我覺得 你看我們股票 一檔都沒有遺漏 我們跟各位介紹過了 我都在上面講 第二段回來 我們還有很多重要股票 跟所有投資好朋友做報告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股票 或者是你有其他股票的問題 記得加入我們的Light 先來做詢問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 我們趕快再來看股票 來 我們再看一下這一檔 3711的日月光 這一檔股票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 為什麼它會創新高 第一個 它封測 基本面是對的 再來技術面有沒有翻多 你注意看 我一直跟各位講 這種形態 叫做乾隆毋用 就是 柱狀體翻紅 這兩條線 MACD跟DIF都在幹嘛 都在線上面 這種就是多頭隔絕 所以以後你不用判斷 什麼均線 形態都不用 你只要看到這種形態的 就叫做多頭的股票 否則要嘛整理 要嘛是空頭 大概就這樣很簡單 再來 法人有沒有先買進 其實都有 所以這個股票 拉回是賣點 所以現在的行情 不用怕 你越怕你越賺不了錢 現在就是這樣子 你看禮拜五 大家很興奮 對不對 可能去追了 但是一追跌下來你又害怕 害怕你又不敢買 這樣就不對 反而是幹嘛 你手邊有資金的 應該是幹嘛 整個代單 應該是等著機會 我們要出手 我們要買進 選到股票 做切入 好我們再看 除了這個以外 像這個晶圓店 也是一樣啊 這是多頭格局啊 3293的這個星象 你看這遊戲 遊戲股啊 這麼厲害 為什麼 因為 有誰 有這個ETF的加持 今年 這兩天 包含像00939 統一募集的 00940 是元大募集 這個資金都爆棚啊 這個資金啊 募值相當多 那這所謂 不管是多少 千億的資金 1000億的資金 他是募完才要進場 對不對 我先講重點 這些資金募集完之後 他才要進場 所以他們還沒進場 那你想一想 這些資金 ETF資金 還沒進場之前 聽到風聲的 就已經先跑去買了 這股價就先推上去了 後面跌下來 那些人 那些基金會不會買進 當然會嘛 所以你要不要搭他們順風車 要啊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漲這麼高的 不是去追 你要去挑選其他相關的 不錯的個股 這個我們都會陸陸續續 跟各位介紹 好 我們再看喔 除了這個以外 你看像AI 像這個川湖有沒有 拉回來 你就注意檢視幾個點 技術面翻空了沒有 籌碼面有沒有賣出 都沒有 那就多頭 那就沒問題 剛剛講到聯發科嘛 對不對 這為什麼會一直漲 為什麼我們能夠賺20%以上 這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你再看一遍 頭朋友 再看一遍 對不對 你看 有沒有 聯發科 950到960之間都買進 已經不只是漲到1200 是漲到1275塊 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好我們再來看 所以你要記得 我跟各位講的喔 來頭朋友我跟各位講的 三位一提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你三個都符合原則上股票 就是等它漲而已 那跌的時候 你也一樣用這個方式去檢視 這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跟各位來講 好 所以我們再看其他股票 我們跟各位講過的股票 我們都盡量跟各位分析 你看像這永威投控啊 跌下來它現在進入到整理 但是法人有在買進 OK 再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呢 我們跟各位報告了 新日新 有沒有 折疊 折疊手機概念股 之前我們在這邊 第一根跟各位報告 標了三根漲停 所以我們講的時候 你真的要第一時間跟上 好不好 6805的富士達 也是啊 我們講的第一根你就要跟上 不是漲了三根四根你相信 欸魏玲老師你講的是對的咧 你才追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的初衷 如果你的操作個性就這樣 我建議你來找我們 跟我們一起操作 你才會買在第一根啊 好不好 不要漲了三根才去追嘛 OK 好不好 跟各位來講 那除了這些股票以外 我們再看 比如說像聯勇啊 這個都搶了 2379的瑞玉啊 那另外呢 也有一些股票稍微拉回 比如說像這個建通 他就進入到整理了啦 我講過他缺口如果補了就會整理嘛 那現在就短線進入到整理 那像這個3390的續軟 這個還往下殺 但是有沒有翻空 目前看起來 形態上面還沒 也是進入到這個整理 6288連加 這個也是進入到整理 所以你現在有些股票在整理 你要先把它釐清啦 那你看 我們啊 在前天跟各位講的躍躍 股價第一根我就跟你講了 是不是創新高來到多少 59塊半的一個位置點了 所以我們當跟各位分析 一開始講的時候 你要馬上幹嘛 馬上記得要跟上啊 如果你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跟上 或是你沒有辦法下定決心的 我也真的建議跟著我們一起做 你會比較幹嘛 比較能夠知道我們的動作是什麼 而不是像新日新 我們已經漲了這麼多了 然後你真的相信了 然後你追賽230幾塊 我覺得也是這樣子也不好啦 你的勝率明明就選到對的股票 對的產業 但是你買的點太高了 差異在這個地方 所以很多的股票 我跟各位講 縱使今天有拉回 應該再買方 選到對的股票 做一個買進 我覺得會是接下來 在一個禮拜過後 你會開心的笑 你會開心的賺錢 有資金的投票 趕快準備好 我們一起來做進場 最後跟各位講 千百次的猶豫 比不上一次的行動 如果你有手上 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Lighter 小老鼠 MORE888 或跟我們做個聯繫 都可以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